聽說我們在座的同學 有人其實有些話 除了在我們的摩產券上 告訴我們之外 他也願意站在前面 跟大家說說話的 那請問是誰呢 對就是傳說中的王中富同學是吧 謝謝 校長各位老師還有在座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九年實習班王中富 那我很榮幸受邀來這裡分享一下 我準備會考來的行路歷程 首先呢 我要先提到 我不管是學習 還是各方各面進步的人動力 就是自我的期許 相信自己能夠達成 並且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過程中努力實行 然後終於達到期許 最後收獲的滿足感 更會刺激下一次的努力 達到下一次擁有自己的期望 就像是我青年級的時候 有個同學考了490 於是我就把490分 一直烙印在我的心裡 當作一個目標 雖然到現在都沒有達成啦 但是 的確是每次 一直都有在接近我的目標當中 相信有一天也會達成的 對我來說 對自己這樣的高標準 更能激發我的小宇宙 努力過後 更可能獲得料想不到的成就 那對於會考這件事來說 我最大的期許就是 當明年珍堂水姐 掛在門口的海報被拿下來之後 被換上去的是我 簡單的說就是 我會成為下一個 五文十加六十分的光明考生 那為了實踐這個夢想呢 我一改一二年級那個散散漫漫不經心的樣子 專心的成為一個準考生 我上課一反常態的認真 遇到問題也都打破煞鍋問到底 常常問一問就拖到快上課 丁老師應該就深受其害 我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在刷題 差不多每天加加減減約莫六個小時吧 而且要保持極高的專注度 像我在年後開始那一陣子的某一天 從早上八點一直到下午五點 除了十二點吃飯時間不算 我一口氣飆完了八回的體會 最差的成績是A加 那秉持著這樣的做起模式 我會離我的目標一步步的接近 等到五月十六號十七號的那一天 我的硬發揮 然後拿到應該屬於我的一碗塊 也期許在座的各位 剩下三十一天了 請你把握最後的雙四集 穩定心情 保持手感 你也一定能達到你心中的目標 我分享到這些事 謝謝大家 謝謝喔 聽說實現夢想的一個方法 是越多人知道 所以大家一起 來 這個激勵中路同學 那 一樣也是你心目中的目標喔 那另外一位同學是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九年十五班 沈一誠 老師是沈老師 魯迅說 哪裡有天才 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 用在這工作上 真的沒有什麼 利用時間 利用這種零碎的時間 利用 你在廁所 你在下課時間 別人在玩鬧 然後 的時候 你就會在旁邊 接你的功課 你會有一股 一股莫名的優惡感 俗話說得好 小時間做小事 大時間做大事 如果呢 我們在下課的時候 就 把你的功課先寫完 那我們是不是在玩自己的時候 可以有時間去寫三天八 歷介 或者你想要聽的某一顆的 某個題本 那我們剩下三十一天了嗎 那我們還有可能有些人 還有很多肉科要救 那我們不要慌 不要慌 只要十天 你一定可以把你的肉科救起來 那要怎麼把你的肉科救起來呢 那我來分享我的方法 我就握課的方法是 首先 我先觀察機群 觀察一下 因為可能 理話好啊 英文好啊 那 他們有沒有 在幾點的時候 會有什麼特點 或者是 比較 會在意的地方 那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就是 你可能多買 一兩本專門的題目 那每天寫 每天就是 安排一個固定的時間寫 那 你在寫的時候 你就會永遠會講 喔 YES 這個我一定有寫到 啊那個 旁邊同學一定沒有寫到 那我一定可以比他厲害 就這樣每天去 訓練自己 那你總有一天 你的肉科一定就能起來 我的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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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